Hello大家好我是徐岳好久不见 24岁时候我是长这个样 然后现在34岁是长现在这个样 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有一些抗摔方面的心得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关于紫外线这个防晒这个问题 80%的皮肤老化都是因为光老化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防晒非常重要 我的防晒心得呢就是 不出门太阳就晒到了 实在要出门的话呢 做好这个物理防晒 比如说可照啊又安全 然后又防晒 然后墨镜遮阳散啊 遮阳的帽子防晒服 防晒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 太阳不是特别大的天气 可以选那种防晒值在35左右的 你要在户外去看 但是你就涂一个防晒倍速高一点的50% 这种的尽量一次涂多一点 做好定妆 还有一个是要度重内调 从内而外的就搞出好气色 这种年轻才是真正的年轻 其实我自己本身属于一个比较懒的人 但是我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天生不是特别爱吃很甜 还有很咸 就是这种很重口的东西 所以可能我对糖的食物量没有那么大 刚好就是我听说这个糖 是那个加速衰老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就是扛糖 其次呢我还特别爱吃水果 甘茄呀 柠檬呀 黄色的百姜果 还有蓝莓 对于看出来潜移默化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蔬菜 比如说奇兰花呀 鱼衣甘蓝啊 芥菜呀 是有这种细胞修复能力的 活性固制的这种蔬菜 都被我妈给我塞到嘴里了 感谢我的老母亲啊 但我妈还特别爱吃海鲜 导致我就得经常吃鱼呀 虾呀 深海的 浅海的呀 奢物的比较多吧 它能含有丰富的 Omega-3脂肪酸 能缓解慢性炎症 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损造 当然吃了 然后再次那个运动方面 去年养的那个爱好 就是骑行嘛 基本上每天骑个 至少10公里 然后就会觉得浑身很轻松 自己的状态也会很好 所以呢 我就建议大家 挤出点时间来做一些 不管是有氧运动 还是无氧运动也好 就是动起来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做好情绪观力 我一般不生分期 我就会发现出来 可能对身体的这种损耗 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憋起来 憋 长个逗着想的 长个结结什么的 也不好消下去 好了 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 我的一些抗衰的心得 你们有什么想要招啊 都可以跟我讲一讲 回来评论机里面 希望大家 愿意轻 拜拜